這個五十個年假的 最後一天 嘉義市政府是推出美食來收買 邀請將近三十個臺灣的大眾婆 來煮四十萬年前傳統的秋露菜 用這個版本的方式 在百萬的旗車頭來開刀 用價錢的臺灣味 讓還有更多人來收拾到臺灣菜 在這個疫情開放的時候 用美食來進行經濟 邀請大家到嘉義來試圖 好 要再煮 要再炒 要再炒 不可以刺炒 再來看這個豆腔 撈不去 總破甩不只自己煮 還記得 就是要做出美豆的好料 自己市政府慶祝改風 在百萬古車長版的 總共有三十位總破甩 現場來煮他們的秋露菜 請求這個冷門 兩塊七味門 包括兩塊沙拉 五味高坑 蒜味軟時 不敢給他吃 再來這個老油條好麻 另外就是牛肌雷肉蒜 還有就是九港的布地雞 另外還有一碗叫做 幾火炒耍公 這也是傳統的版杜採集一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最好滴了豬湯 還有進鑑隊 就是要讓我們這個人家 把這個鑑隊包在 我們就是要回去 給家人 有一個人有一個家具 裡面有六門內做伴手禮 就是剛剛各自行換到賣 因為賣到賣的情緣錢 大家就是會喜歡把這個版杜 這個菜尾子 我們要帶回去 讓我們的家人 還說什麼 日空日空 好吃的版杜都在這裡 答案整隻身 也在現場 好吃 好吃就是一切 家具市政府用好料來加碼 希望可以進行經濟 大家小鐘來家具齊頭